人的這個 中央 輕又易近的盆景 吸引民眾停下腳步仔細觀賞 2022屏東熱帶農業博覽會開園至今 吸引超過70萬人次入園參觀 在園區九大亮點之一的 蘇伊亞石造景區 看見精巧的盆栽景觀 令民眾讚嘆不已 這大園和蘇柳都很有那個 很有藝術感很不錯 我也喜歡這種東西 可是自己還在學習 蘇伊亞石造景區 由屏東縣盆栽景觀協會邀請民家參展 160件作品參展佈置行程 藝術兩道 除了各類盆景 還包含雅石及漂流木藝術品等 奇形怪狀小巧玲瓏姿態都有 展現屏東園衣造景的軟實力 今年的特色就是說 有很多收藏家的那個盆栽 都有拿進來我們這邊展示 還有今年有一個特色就是 我們的那個雅石 雅石的部分都是一些民家的 像許孝順 許孝順是全國總會會長 他也有出了四個石頭來這邊參展 協會成員陳天發 在今年也有桌品參展 獲得創育祖廟品獎 這個都是雕塑出來的 手工雕塑出來的 然後他又結合了那個廢畫 然後又結合盆栽造型 圓繪 像這個樹都是你看這樣小小的 十幾年了 十幾年才有辦法做成這種造型 協會表示今年展出的作品 有許多是收藏家平常不對外展示 也有經過數十年上百年培養起來的盆景 歡迎民眾把握機會 在2月28日以前前來參觀 欣賞樹液雅石之美 屏東新聞陳平均 張志豪採訪報導 士豪節 討敬樹液雅石雅